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打火焰文章的英雄片 好,那咱们马上开始啊 画面上呢,是一个叫做Elise的这个女孩 给我问好啊 好,那大家好啊 咱们开始 今天的任务是 我想呢,咱们先打竞技场 俗话说嘛 得竞技场者得羽毛,对吧 所以咱们就先得羽毛啊 好,咱们来啊 今天呢,咱们有三张票 我想想啊 今天咱们是 大家请看 我呢,已经有了一胜 还有六胜 我是这么想啊 就是今天,咱们呢 呃,先打三胜 就是我有这个三票嘛 打了三胜之后 然后呢,我呢,使用一个 这叫做什么东西啊 叫做增加对战权的这么张票 所以我想今天,咱们先完成六战啊 好,开始 呃,然后 我先换成我的最强阵容啊 好,这是我的最强阵容 咱们是,是咋是这样 我的最强阵容里面 没有绿斧 呃,我现在是这么想啊 我想练主人公 练他 他是个绿斧吗 我想的重点练他 他的绿斧非常好嘛 咱们看看啊 好在哪儿 他可以反击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就是说呀 他可以给对手2.5倍的攻击 同时 同时我看啊 同时有一个属性叫做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当自己的这个体能 75下 比如说什么叫75% 就是说 比如说我100个体能 我这个体能现在是74了 的时候 敌人如果攻击他 他呢会先反击 他先攻击 所以这招太赖了 所以我就准备练他 把他练成 把他练成我的绿斧 好,那咱们闲言少叙 咱们先打斗鸡场啊 Let's go 是一张票 我这么想啊 咱们还是从终极起 咱们先打终极 Akula Akula 我怎么这两天老打他呢 好,那咱再来 咱们就打Akula啊 Go 我看啊 对方是 两红 3433 Lukina Lukina 居然在他那儿啊 然后 C嘛 西马是绿 绿的话呢 用红克 上面两红呢 咱们用咱们的 Hinoka 兰克 先明白了 心配はいらない 心配はいらない 然后还有一个 我的Kagero啊 是专门进攻一些个 比较弱的人 咱们看看他能打谁啊 Kagero 哇 前仨他都能打 Lukina难道怕Kagero吗 这不Lukina吗 他难道怕我的飞镖 Lukina原来你有弱点 好 那咱们开始啊 我是Aeliko 好 待机 看敌人怎么行动 看怎么动 他攻 啊 他果然攻中路 他攻中路的话 算了 哇 危险 算了 没打开 果然 我现在很危险 其实我现在不危险 现在只有是 他的这个 Sakura 可以攻击我 我现在拿下 他的Sakura算了 Mairo Mairo 我的 我的Kagero 专门刻Sakura 我打完他 他还打不着我 好的 Mairo 很man啊 这个小短 这Kagero 是男的是女的 是女的吗 对吧 女的吧 咱看这个 看长相是女的吧 可是他说的话 却很man啊 Mairo 你看很man吧 对吧 来啊 Hinoka从上面绕 待机 我看今天怎么动啊 来了 现在我能打 但是 我准备 让 对方的 Hima 他可是 32级 Hima的话 他比较克 我的Hinoka 那怎么办呢 咱们这样 让我的Kagero 移动一步 让我的 奶妈 奶妈 向下移动一步 然后呢 Elico过来 Kagero 向后撤退 好 我看你怎么动 待机 哦 哈哈 OK 他送上门来了 那就好办了 不过 红克绿 他离我的 哎呀 离我的Hinoka 有点远啊 Kagero 能够把他吃掉 Kagero 吃掉他 Tiki 没吃掉 没吃掉 没吃掉没关系 咱们还有Elico Elico把他吃掉 没问题 这样的话 Elico首先说 升级37级 一把红剑 闯天下 然后对方都打不到我 我呢 可以让我的Hinoka 向下走一步 准备干掉他的Lukina 其他的 待机 给我的Elico 补下血 好 看敌人怎么行动 哦 啊 这个阵好玩了 这个阵的话 他想拿我的Hinoka 我知道 我Hinoka 肯定打不过他 吃亏 所以我的Hinoka 要跑 我的Elico能不能打动 哇 我的Elico居然能打动他 太棒了 那Kagero 先打 我想想 Kagero 怎么打 Elico Elico顶上 Kagero 进攻 Elico下落再说 Ni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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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po应该是忍树的意思 然后 我的Hinoka 向上逃跑 那他的绿呢 会追击过来 这就好办了 好 下面看他怎么动 他怎么动都行 比如说 他的Lukina 打我的Elico 那他肯定死了嘛 然后他的 绿斧 肯定往上 追我的Hinoka 就这战术 对了 稍等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屏幕 我的屏幕 设的是两个主人公 是两个主人公 受难的照片 我感觉这两个照片 他们看着很酷 所以我就用了 这两张照片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继续 Go 和我想象一样 他打我的Elico 拿下 然后他的绿斧 也往上走 和咱们计划完全一样 那么接下来 就好办了 接下来 让我的Kagero 往这边靠 然后奶妈补血 我奶妈猜补八个血 然后 让我的Hinoka 往左移动 把他的绿斧 引过来 然后我的 Elico向上靠 Elico正面 刻他的绿斧 对不对 好 继续补血 OK Elico继续上 好 其他人不动 带机 好的 敌人已经喂过来了 先补血 我看啊 我的Elico能不能攻击 能攻击没问题 哇 看我的Elico 哇 还好啊 还好 还好 好的 大家请看 我的Elico把他拉了过来 我的Kagero 正好可以进行攻击 那咱们攻击 稍等 我去 我Kagero 怎么不能动啊 哇 我把Kagero 给固定住了 啊 这是个 这是个失误 是个手误 手残了 我Kagero 可以攻击 但是多好的攻击机会吗 那让我的 Pnuka下来吧 我的天哪 我也给摁连了 那算了吧 我本来说 给我这个Kagero 加点经验值呢 我的飞镖非常耗使 好 咱们斗机场 拿下一句 我这么想 斗机场呢 都是一些个 真实网友的阵容嘛 我想肯定都非常的强 所以我呢 一定要 按部就班 有计划的 作战 不要冒失 因为我不想 就是说 在这个斗机场中 死掉任何一个英雄 不想死任何一个人啊 哎 哭了 我现在不能申请了 哎 可以申请朋友了 前两天 不是不能申请朋友了吗 哇 那太好了 哎 要是能申请朋友的话 是这样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 看我视频的朋友 能不能加我一下 咱们申请个朋友吧 好不好 稍等啊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朋友的ID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加我ID 咱们一起作战啊 我想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版本的 这个缓文章 可能还没有说 朋友之间有什么互动啊 对战 但是今后我想肯定会有 所以呢 如果想咱们一起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呢 请加我一下 好 那咱们先少许啊 咱们继续打斗技场 咱们再来一战 怎么还打终极啊 我觉得我的现在这个水平 还打不了高级啊 go 好 咱们还打终极 终极叫什么 deadly pigeon 这看来不是日本网友 是一个欧美的网友啊 go 首先 斗技场的第一步 打开危险范围 第二步 看一下敌人都是谁 40 odding 40 40 40 我去 怎么 这是终极吗 怎么四个40啊 老大 卡格罗乌克谁 哇 大家快看 我卡格罗乌全克 卡格罗乌全克 我想 坏了 我回来 我想想 我现在不动 看敌人怎么动 哇 这卡格罗乌真的说是 这个飞镖最强 我 我居然信了 我绝对信了 怎么居然信了 我绝对信了 我想想 卡格罗乌先冲 拿掉对方的弓箭 哇 我卡格罗 大家快看 我先打他 居然我会死 我对方40级 这不怎么打呀 呃 我想想 就有点难度了 我先向右靠 大家都向右靠 皮诺卡向右靠躲开 让他们过来 皮诺卡怕弓箭 然后我想想 这个阵容该怎么打 皮诺卡肯定要躲开弓箭 卡格罗乌 拿不下他的弓箭 这事还真麻烦了 这怎么办 打不动他就是 要不让卡格罗乌先去送下死 不应该 怎么让他送死呢 我看啊 打其他的可以啊 那让卡格罗乌 打他的这个飞镖 弓箭肯定打不了嘛 打他飞镖算了 把他拿下 下了卡格罗乌肯定死嘛 对吧 好 然后 让我的 西诺卡 去追 对方的魔法师 我想想 这个咱怎么射 往这边移动一步 Elico移动一步 然后呢 西诺卡过来 追对方的魔法师 然后呢 咱们的奶妹 移动一格 哇 我现在水平赢不了 我赢不了40级啊 卡格罗乌反击 Eza Myron漂亮 他还剩4 下了他的弓箭手 我的奶妹就能把他干掉 他打不动我Elico 好的 哦 他打 他打我的Elico 找死啊 好 不说 咱们用奶妹先干掉 对方的弓箭手 奶妹宁可死掉 也要这么干啊 接下来木有完 西诺卡做最强攻击 好 然后 把他的魔法师拿下 这种阵容 您说 怎么能不死人呢 4个40 好 我估计Elico也会死掉啊 咱们试一试啊 五常二啊 OK了 太棒了 Lay 说到Lay的话 好像有他一个这么绅士之谜啊 他好像是说Lay是个孤儿 就他 咱们看一下啊 他好像是个孤儿啊 我看怎么看啊 应该从哪能看一下 我看有玩偶 哦 这儿能看啊 这是啊 他呢 想当黑暗的魔道士的这么一个少年 他的父母双亡 他是在孤儿院中长大 所以呢 他就有这么一个性格 他呢 喜欢和人 嗯 Kiyasuko这怎么翻译啊 就说呢 他并不喜欢和人交流 并不喜欢和人沟通 这么一个意思啊 他呢 来自封印之剑 火焰文章的封印之剑 好 咱们继续啊 让我的这个大奶妹先撤下 然后 Hinoka从上面靠 Elico也往上靠 好 他进入我Elico的射程 那不说打击 OK 我的天哪 咱们打了可是 全40级啊 我的天哪 真的 不好打啊 我的Kagello都死掉了啊 牺牲 光荣牺牲 有点慢啊 申请朋友啊 啊 我知道了 大家看 他是个四星 他是全五星 我肯定打不过嘛 对不对 申请朋友 嗯 多点朋友啊 最近 好 那咱们再来啊 斗地场 还有一局 咱们继续前进 我想想 对 咱们继续前进 是吧 我看这是谁 用他的话 有加分 他应该就是 Elico吧 看不出来 通知小图标 应该是Elico Elico和这个 Lukina有点像啊 好 Let's go 然后我想是这样啊 咱们打完斗技场 大家看我这右上角 还有18个宝珠 我呢 再去打两个 任务模式 获得两个宝珠 然后咱们就去抽英雄啊 啊 我非常喜欢抽英雄 看看今天咱们手机怎么样啊 咱们先打斗技场 Go 咱不能输 好 咱们首先 开危险范围 然后挨个 check一下 40 Cela 39 Elphi 36 Lufle 军师 Lufle 然后40 粒子 OK 我知道了 第一轮待机 哎 稍等 我看看我卡格勒 克谁啊 Mide 啊 他克这三个 大家一定要抽一个卡格勒 真的是太棒了 这飞镖啊 克的人比较多 好 待机 他是克无色和魔法师 我有这种感觉啊 好 对方来得快 太棒了 对方的重装甲 他是走一格 走得慢 那太棒了 等他倒黄 太多粮了啊 好 这么说的话 Hinoka先顶上 然后 然后 卡格勒 向左靠 让Elip 站中间 为什么 Elip啊 他有一属性 就是说能给大家 加攻击力 咱们看一下啊 就是 这个地方 每回合 开始时 给周围的朋友 增加一个 增加三个攻击力 太棒了 好 咱们待机 看敌人怎么过来啊 行了 知道了 咱们先让 Hinoka 拿下对方的魔法师 Hinoka五星 现在39节 他我可是最放心啊 没有比Hinoka 再让我放心的啊 好 接下来 对方能够 打到我的 卡格勒 那不是找死吗 拿掉他的Sella 漂亮 漂亮啊 接下来 我看 接下来 接下来 Elip 往上移动 继续给下轮的Hinoka 增加攻击力 好 接下来 待机 因为我只有把这个思路 在这个视频过程中 说出来 您才知道啊 我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行动的 就算咱失败了 就算咱失误了 我觉得咱也不可惜啊 好 来啊 咱们先拿掉 他的大奶妹 例子 Hinoka应该能 升到40级了 哦 MAX 哇 Psycho 哎 升到40级之后 好像有人说 可以变性格是吧 这个我不知道啊 但是大家稍等 我把这个烤个平 为什么 很有纪念意义啊 很有纪念意义 升到40级 这我第一个40级 而且是五星 好 然后咱们准备拿下他的 这叫什么来着 Elfi 飞标克他吗 不克 好 给我的 新农卡 还增加攻击力 然后呢 补下血 好 待机 他肯定过来 那肯定是 Hinoka攻击 咱们先守一轮 先不攻击 然后呢 然后 我想想 大奶妹 大奶妹躲开 过来增加攻击力 好 哇 卡格罗真的很闷啊 很难性化 油断したか 水 油断したか OK Lukina后撤 毒血 这如果做有点多余是吧 有点多余 我应该是把卡格罗移动过来 用卡格罗攻击他 算了吧 打吧 我把Lukina移动过来 有点不对啊 不是 把那个Eleko移动过来 有点不对啊 好 咱们又没死人 Let's go Very good 咱们又拿下一局 因为打竞技场啊 如果你要想得到高分 得得多的羽毛 你就尽量别死啊 尽量别死 对了 我看我竞技场 我现在排名排多少 虽然不是满级 申请 他也是四星 怪不得 我看啊 我竞技场现在是排 哪有等级啊 这怎么看等级啊 斗技场 稍等 我看看 这怎么看等级 我现在是等级多少 不知道 报酬确认 圈外 我还 我还没入圈呢 是吧 原来如此啊 好 那咱们这样啊 我现在还剩两个宝珠 我现在去打两个宝珠 然后呢 咱们去抽英雄 够 然后咱们再打竞技场 故事模式 我看啊 咱们宝珠没拿的 普通模式都拿完 困难模式的第九章 还没有拿完 好那咱来吧 现在第九章第四节 难攻不落 平均33级 没问题 咱应该拿一下 应该能拿一下啊 我看我这画面 两个受难的女英雄 有点心理 于心不甘啊 于心不忍啊 不是不甘 是不忍啊 好咱来啊 今天 对方是绿斧 那咱们就 Elico冲在最前 然后是 Kagelo在这辅助 粒子断后 这就是摆阵嘛 我对方不过来 我看下危险范围啊 原来如此 这他太赖了吧 这太赖了 他让我进入 他的包围圈想 敌人肯定还不动 既然如此 那咱们这样吧 我现在必须要进入 敌人的包围圈之后 敌人他才会动 那么敌人包围圈 大家请看啊 如果我是进到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看 我手在点啊 就进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他会从三个方向 进攻我 我表吃亏 所以我呢 让敌人动 而且我还不受太大的损失 我呢 准备 大家注意看 我准备走这两个点 这两点应该是 呃 我的损失最小啊 好咱们试试啊 如果我走上面 对方是33级的魔法师攻击我 我走下面 是33级的弓箭手攻击我 他的攻击力是38 他攻击是39 我呢找防守高 或魔防比较高的 我看看 魔防24 26 29 31 那就说让我大奶妹 去上面顶一轮 拼头卡不去 大奶妹去上面顶一轮 然后敌人动起来 咱们再攻击 只要大奶妹不能死啊 试试啊 大奶妹可不要死 够 待机 现在他一下动了 他动了 八成二还好啊 太赖了 电脑啊 好 你使完赖招之后 该我了 还带无血的 好吧 你们再玩吧 那敌人过来了 大家请看 敌人这才过来啊 然后让我的 西诺卡一开 奶妹一开 卡给露屋 上去 打他魔法师 我魔法师 一身肌肉啊 这看着不像搞魔法的 不像搞魔法的 好 然后 我的 Elico往后撤一步 我想撤好 不撤好 撤一步 撤一步的损失最低 因为他的弓箭手 离我还有好远吗 我 我们 上面那两个人 在那比吃药呢 是吧 我 我卡开楼 我刚才不应该拿卡开楼 先进攻 我的天啊 今天全错了 坏了坏了 不说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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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交叉换威了 都需要 好 攻击 我看看 新度卡 能不能把他拿下 不可能的事吗 打 其实我错了 我不应该先攻击 为什么 我应该后攻击 我手的攻比较好 漂亮 但是也不怎么漂亮 他把它拉回来没用啊 好 咱们待机 哇 这轮一开局不力啊 我的Elico不能死 Elico绝对不能死 八成 我去 Elico不要死 哇 他怎么是连着两个八呢 心配 心配 根本打不动 那完了 这局我肯定输了 新度卡肯定打不动 而且后面还有弓箭手 我也打不到 要这样说 我看我怎么办 我先跑 我没有用啊 主要是我打不动 他这个绿斧 认输了 这局咱们认输了 确实这局 抠扫 这局 开局不好 我开局最大失误 我的 呃 卡格罗不能死 咱们再来一次 我就不信 嗯 他的弓箭手 难防 再来一次 敌人越来越狡猾 敌人越来越狡猾 而且 问题在哪儿吧 他这两个远程攻击 还都带马 这就翻人了 那这样吧 我呀 先攻击 下面这个 这个弓箭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 Hinoka 并不怕他的魔法师 而怕弓箭手 所以呢 让卡格罗先把他的弓箭手拿下再说 Go 大家看他这局 这局多赖 这有魔法师 后面有一个补血的 这有弓箭手 后面还有个补血的 太赖了 好 来啊 好 这个阵容 看他怎么动 漂亮 卡格罗 拿下他 good 咱们拿下弓箭手的话 咱们剩下可就好办了 我刚才居然是这个战术 哇 卡格罗肯是我抽到的红星里面最让我满意的 为什么 因为怕他的怕他的人太多了 补血 好 补完血之后 咱们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交战 这我肯定不怕他嘛 对吧 待机 让他过来 给艾利古先补血 然后咱们待机 咱们谁也不动 你过来 他打我的大奶妹 天哪 你找死 你既然敢冲过来 你就要找死了 你不知道你怕我的卡格罗吗 他肯定怕我的飞镖嘛 对不对 他不怕我飞镖 我去 十五 攻击 然后卡格罗肯的话 能不能把他拿下 能拿下 但是我要费八 大家看 为什么我打他 我却还费八 说明我的卡格罗肯的速度 不如他快 他先打我 那也来 多逆人 他速度这么快 狗门 不好意思了 狗门 一般就说这个 狗门拿赛 就是说实在对不起 不好意思 就这意思 好 补血 全员加攻击力 其实我更喜欢 我更喜欢利弗 他可以全员增加十个血 好 咱们待机 绿克红 哇 他的大奶妹先上来 呵呵 那你不就完了吗 上 上什么大奶妹啊 海洛 我换拿下 然后继续给我的 A力鼓血 然后 我的Hino卡 能不能打得动呢 打不动 咱不作死 不带 带着不动 待机 让他过来 八成二 有时咱们真的需要 后弓不要前弓 好 首先 卡格罗攻击 把他打上还剩一 西马子兽 我来给你收拾 好 然后把他拿下 哇 咱们终于获得一颗宝珠了 够 第一局 我错误判断了形式 我第一局 错误 错误在 我打他的魔法师 没有打他的弓箭手 这是我第一局 最大的错误 而且第一局 我是先弓 应该是后弓 后弓 不叫占优吗 对吧 好 一颗宝珠 那咱们再打 第九章 第五节 最后一章 最难的一章 死之黄女 稍等 对方有两个红 那我是不是应该 上两个蓝呢 一个Hino卡 能搞定吗 试试吧 如果我失败了 我就准备上两个蓝枪 连杆蓝色大枪 先试试 我的Elico也不错嘛 或者说 我让我的Lukina来 Lukina也是 洪荣的交交者 咱们先开危险范围 哇 这是对方的女皇 是吧 哎呀 她就不会乐呀 Belonica 好 咱们先带机 看敌人怎么行动 卡格洛 哇 卡格洛 刻右边这仨 太棒了 卡格洛 的话 掉上来 奶妹 往左走一步 好 带机 看她怎么动 她不会不动吧 她动 她是这么动 我想想 她把红 掉到右边去了 这好办了 Shinoka Shinoka 稍等啊 Shinoka过来 卡格洛 回撤 然后 Elico也回撤 因为她的魔法师 肯定能到达 她的红剑过不来 行 没问题 待机 果然 找死来了 她找死来了 嗯 OK OK 哦 这个布局比较好啊 大家看 对方两个红过来了 正好对我的Shinoka 那就心拍要依蓝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咱们先让咱的 卡开漏窝 灭掉对方的魔法师 Go 然后 Shinoka 灭掉对方 这个骑马的 居然还敢反击 Max 然后 红剑 灭掉对方的 奶妹 对方 还有 漂亮 大家快看 Elico打完之后 她又跑了 哇 这个战术太棒了 就是我上来 打你 打完之后呢 我在跑 我在撤退 很讲战术啊 好 先给我的Shinoka 补血 而且她的 死亡女皇呢 非常怕我的飞镖 怕我的卡卡漏 这就好办了 你的红剑过来 先打我吗 OK 意料之中 这局有点不好玩 为什么 大家注意看 我呀 让我的 奶妹 回撤一步 然后 Shinoka 回撤一步 Kagero 待着不动 稍等 我这有微信 这微信让它过去 这微信怎么不消失呢 烦人了 不动了 那咱们先 结束回合 他打我的奶妹 居然 那Kagero 先不管 先把她的这个拿下 Kagero 打得到她的女皇 其实我错了 为什么 我应该让 咱们应该待机一轮 下轮再打她女皇 就对了 不许 这个微信 消失不了吗 我稍微试一下 打我的粒子 我的粒子不在了 好 那她死了 Lukina 把她拿下 不Lukina Lukina Eleke 好的 稍等 我这个微信 我看能不能把她拿掉 好 咱们再来 有点慢 好 又获得一颗宝珠 那接下来 咱们准备 抽英雄 试一试 GO 召唤 哇 三个红 我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红 先来绿吧 我比较缺 我比较缺 五星绿斧 怎么样 三星 八次 坏了 我现在红有点多 怎么样 四星 好像最近爆五星的几率 比较低了 现在 下面还剩三个红 我不想要红五星 那我省点宝珠 算了要不 我真不想要红五星 我要那么多红五星 没用啊 那算了吧 我就不抽了 我省 省几个宝珠 咱们下次再抽 终了吗 终了吗 因为我现在有很多 不错的五星了 他有上天吗 因为他今天达到四十级 所以他说 我想上天 那咱们这第一个 达到四十级的五星 好吧 那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收看 我很遗憾的 今天咱们没有抽到好的英雄 五星我毕竟不太想要了 对吧 我最想要的是绿斧的五星 不过好像有点难度 那么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